今天AI股又熄火了 反而是网通股的一个表现 是比较抗跌的 这是不是跟上个礼拜 传出马斯克 他现在出现所有的加密 货币是有关的 我们要请教友明哥 现在传出说马斯克 他是为了要筹资再发射卫星 所以低轨卫星概念股可以留意吗 对 最近他们确实蛮强的 我们现在来讨论马斯克这个人 因为他的所有的动作的话 当然对全世界都是洞见观瞻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不要听他讲什么 我们要看他做什么 因为他有的时候都会喷一些屁话 即便是他做铁龙格斗 我们都认为 他其实那是有意义的 秤流量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陆陆续续的 都有在一些比特币上 做一些发言 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做了一些 跟发言反向的动作 然后坑杀了很多在币圈里面的人 但不管怎么样的话 最近其实他的这个 自己另外一家企业 就SpaceX 终于开始赚钱了 所以他就开始 可以大张旗鼓的去做一些事 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的时候 他的SpaceX的营收 是23亿美金 然后去年度的时候是46 到今年第一季 他公告出来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15了 如果说换 我们把这个乘以4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60 所以是23 46 60 如果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是非常漂亮 因为之前会有一些研发费用 所以导致说你看2021年的时候 是净损9.68亿美金 然后2022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亏损减少了5.59 到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这个季度可能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是0.55亿的净赚 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的 在一些研发支出 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然后股票当然因为集资 就会有一些费用 所以这些费用的提列 然后这些支出的一个 换算回来的一些营收 对营收的一个贡献 用户数的一个增加 都使得SpaceX的话 开始慢慢的接近 他所谓的商业运转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 这一家公司从以前 到现在的情况 你有没有觉得很像2015年 到2020年的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准备打 对不对 然后都已经在那个 都已经在那个停车场 停车库里面 都已经三餐快不记了 但是因为一个电池问题的解决 然后开始能够量产 后来才有所谓的 超级工厂的一个计划 所以现在的这个SpaceX的话 也慢慢开始进入到这样的状况 刚刚斐玉有提到另外一个重点 我如果今天要继续再搞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要再把推特里面 再能够去跟这个主客博来 车拼的话 那我是不是需要钱 资金 那我的钱哪里来了 我特斯拉当然会有钱 但是特斯拉是一些 已经我不太能够去动它了 因为那家公司 已经变成大众化的一个公司 我如果动它的话 我可能会被鼓动骂死 所以我们来找一个没有上市的 或者是我自己私有财产的 这个就是SpaceX 自己投资了很多的比特币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在今年6月的时候 曾经从这个24000涨到31000 为什么 是因为有贝莱德 因为贝莱德把这个6月份 推动了所谓比特币ETF的一个交易 所以后来让它大涨了一波 但是下来这一段的话 短短的几天之内 一天两天之内 因为它出清 所以从29000涨到了25000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几乎是币圈里面 血流成河的事情 8月17号的时候 比特币崩盘 24个小时强制平仓 断头 那个金额高达了10亿美金 然后经过根据 我们另外一个地方 来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 它说最大的一笔单笔 清算的一个金额在币安 这个价值大概是5592万美金 折额台币大概是17.85亿 所以怀疑这个钱 凶手就是你 就是你杀的 对 就是你把它插出来 就马斯克丢出来的 马斯克丢出来的这个数字 大概是5592万美金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去看 这个SpaceX的研发计划 是不是刚刚好跟这个数字差不多 或者是SpaceX研发计划加 这个以前的推特 现在的X的研发计划 跟这个差不多 那就代表说它真的已经开始做 那今年的八月份 因为它四月份才掉了一颗下来 所以它应该是 已经是这个没钱了 钱已经稍微差不多了 所以八月份 如果要再推第二颗出来的话 确实是需要一些柴火来补给 好 现在已经有资金了 就是卖了这个比特币之后 有了增金之后 那么接下来 如果真的还要在 这个针对低轨卫星这一块的话 那么台湾可以收回吗 台湾相关的 我觉得会 因为股市都是一个题材 像AI前一阵在涨的时候 所有的股票都吸不到奶水 吸不到养分 所以不管你今天什么好的题材 都被AI给吸走了 就是像素姥姥一样 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礼拜的一些 低轨卫星的一个股票的话 确实还不错 因为AI的话 是所谓的三温暖大震荡 但是低轨卫星是缓步的往上走 这里面国内比较有人气的 大概是五档 森达科起机 身貌台湾跟健汉 我一档一档 跟各位做一个点评 以森达科来讲的话 是微波再加上毫米波的元件 然后它上半年的EPS是1.81 然后7月份的营收YOY是衰退 衰退21% 但是衰退的比重还好 它的一个利益就是在于 挪威主权基金持有它3% 这个是已经它持股最多的 当然数量最大的是台积电 但是比例最高的就是森达科 如果以起机来讲 上半年有获利 7月营收又正成长 投信又开始酸养到7% 这个应该是重中之重 这是里面最重要的领导 身貌的话其实本身也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今年董事长 已经申报转让了4000张 然后是3个%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 先观察就好 台阳的部分 因为它一直都是体材 大于它的实质 它的一个股价的进值 其实是8.03 已经低于票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就是参考就好了 建汉倒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司 虽然它7月营收不好 可是公司因为去年做调整 5月份的时候换董事长 业绩爆发在明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股价 如果要操作建汉的话 各位这边有一条下降压力线 在下降压力线还没过的时候 它大体是呈现了一个 下降趋势带在走 所谓锯齿状这样在走 但是一旦这个数字站稳了之后 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就是在反映 明年度可能要变好 今年提早做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起基的状况 起基一直是一个 很多头的股票 它跟建汉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上升趋势带 这个是下降趋势带 上升趋势带也不代表 每一个点都可以买 各位可以去看 碰到了上元的时候 势必要去做一个折返跑 这边会有一条紧线 所以压下来的时候 再来做承接 反而是在昨天 礼拜四的时候 它因为顶到了压力 所以下来 所以这档股票 如果要操作的话 应该等它回档的时候不跌 紧线附近只稳量缩 再来做考虑 另外除了网通之外 军工股在最近 是不是也开始蠢蠢欲动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要回来 身边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